各位全球首款兩億像素的 SuperZoom 相機 就在我今天要分享的 Realme 11 Pro Plus 5G 手機裡面 沒有錯啊 今天很會跟你們分享我對它的詳細使用體驗 然後會比較著重在相機的部分 因為它製作的相機真的是很不錯 不單是有兩億像素 而且還有創新的 SuperZoom 也就是講說這一次主打的就是一個變焦 那麼其他的這些充電續航啊 還是遊戲性能會留在後半部分在說 那我們就先來開始吧 OK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這個就是它有全球首款的四倍無損單鏡變焦的功能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它變焦的效果 可以看到呢 從一倍 OK 清晰的 然後呢 兩倍看下去也很清晰 四倍 誒 是不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有顆粒感 那麼糊呢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無損單鏡變焦啦 那其實平時我們如果那個手機沒有長焦鏡頭的話 我們要變兩倍或者四倍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數碼變焦裁切而成的 但這次它是直接在sensor幫你變焦 讓那個像素不會減少 所以就會看起來很清楚 那跟其他同有兩億像素的手機對比呢 兩台我都放大到四倍 可以看到realme這邊呢 它是更加清晰的 這樣子呢 你就不會為了拍到清晰一點 你就要湊近一點 那現在遠拍也可以拍到清楚 讓你可以更有拍攝的空間 OK 第二個變焦有關的 就是它這個兩倍的人像模式啦 它是最接近而且符合我們人眼視覺的感受的 那它是採用單反人像的算法 我會覺得虛化效果相當自然 而且也是使這個主體更加的突出來 看起來比較有wipe 那第三個就是它有這個自動放大的功能 只有在接拍模式才有的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一點喔 它就會自動幫你放大了耶 而且它是智能的在這個九宮格的構圖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是蠻和諧的啦 也對攝影小白非常的友好 不過有一點是喔 你不要把它當成取代手動zoom的一個功能啦 因為我發現兩者在拍出來的成像喔 還是會有差的 只能說AutoZone這個功能喔 它就是可以幫你更快的放大 更快的構圖 也是剛好符合我們接拍的需求啦 就是要快很準 那在你現在就要馬上拍 在此一秒就錯過了的那種時刻來使用 還有強架功能怎麼可以少了 OIS光學防抖的靈魂輔助呢 這部realme 11 Pro Plus就配給你啦 不單是有硬件級的OIS光學防抖 而且還是結合不同的防抖算法 來提升這個防抖效果 比如講說我現在實測啦 一邊跑遠拍照喔 你看它的效果還是相當清晰的 再比如說我也是一邊跑一邊拍video 可以看到它的防抖也是有在工作的 誰能想到我是跑成這樣的呢 它還有同家一段最大的傳感器還有光圈 而且支持多像素合一 那我自己就跟大家分享幾張夜拍樣張 比如講說這一組呢 是我在吃烤肉的時候 我隨手用四倍邊招拍的 我沒有想到它的景色會這樣有層次感 在套上realme附帶的濾鏡喔 哇整個很有外 主打的就是一個氛圍感 雖然是晚上拍一拍路邊的葉子 也是顯得非常清晰鮮豔 真的是很不錯 而在夜拍模式下呢 在過亮的場景它會抑制整體的亮度 所以可以減少曝光看不清細節的問題 那在較少燈圓的地方喔 它不只會控制亮光 也會將整體提亮 而且顏色也會更飽和一點 對喔這次居然還有月亮模式 印象中就是旗艦旗才比較常見的吧 不過realme 11 Pro Plus也有 你只需要放大10倍以上的焦段 對著那個月亮拍喔 它就會自動開啟月亮模式喔 給你看優化過後的效果真的還不錯咧 前置的表現呢 我覺得它視野足夠廣 就是一個我最喜歡的點了 有什麼比自拍的時候顯眼小更重要呢 而且可以容納更多的背景 也可以輕易做到在很流行的廣角自拍 旅行的時候超好用的 那它的美顏效果也是可以自由調節 我是覺得30%以下是最自然的感覺 現在我允許你們稍微膚淺一下 看一下它的外觀 我跟你們講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啊 真的是差點以為是旗艦機 就這個皮革 這個配色 這個做工 還有這個價錢 我不知道它可以挑數啦 就很貴的感覺啊 然後它這次真的是把這個系列的設計喔 送進到另外一個level去喔 還找來了Gucci的前印花設計師來聯名設計 我就想知道這樣的外觀呢 會有人不喜歡嗎 請你在留言區告訴我 如果你想知道它更多的設計理念 就可以看我們的開箱視頻 不過你敢相信嗎 熱面的殺手鐵還不止這一些喔 它還有這個段位內最大的容量 就是512GB 根本是提電容量了啦 你看我下載超多超多的apps喔 還有超多超多的照片 容量大家就是可以任性用 屏幕方面咧它就是有2160Hz的曲面屏 可以減少眼睛的疲勞 而Overlay我是覺得屏幕顯示效果也是不錯的 120Hz色彩鮮艷 上次或者玩遊戲我覺得都很夠用啦 是啊 還有充電 它這次有100W還有5000HR其實 跟你們講這個電池組合呢 基本上可以告別你的電量焦慮喔 正常來講的話 5000HR其實是可以給你一整天持久 而且不間斷使用的 這樣不知道喘是什麼意思喔 不是喘的話就是像我做摸摸一整天躺一床 玩給大家看遊戲不間斷的話 它就比較難充到適宜價啦 可是呢 只要100W的充電一充上去 5分鐘就可以充到27% 10分鐘就可以將近50%了 充滿電也就不到那半個小時 這樣子的組合基本上是可以給你躺在床 一個禮拜都是沒有問題啦 性能配置這方面呢 它搭載的就是天積7050 5G的芯片 採用台積電6nm的自從工藝 我們也是有測它的表現 玩和平經驗呢 最高支持HDR高清的畫質 還有超高的這個幀數 在這個設定上玩一小時都很順 沒有卡燈或者是延遲的情況 那根據旁邊拉出來的這個Hyper Boost顯示呢 最高溫度是有去到39度了 不過在背蓋皮革的部分呢 就不怎麼會感覺到發熱啦 比較感受到一點熱度的地方 是在邊框還有鏡頭模組的這邊 不過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其他規格的部分分別就有 Dolby Atmos的雙揚聲器 然後支持內屏指紋解鎖 支持雙5G SIM卡 系統方面呢 這是運行基於Android 13的Realme UI 4.0 總體而言整個規格 就是一個非常全面的進步的 那我只要Realme數字系列啦 一向來都是主打性價比的 而這一次有兩億OIS SuperZone的鏡頭 我覺得是一個很關鍵的升級 再加上這次有很用心的設計 然後有很多使用的相機功能 100W的充電 然後有512的容量 真的是有旗艦Nover了 而且它的價格很有可能只在2000塊左右 把旗艦的舔艷普及化 我覺得非常值得入手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Zingy的Jana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